一些房屋中介机构并不认同 这些中介机构同时认为 热钱流入香港楼市 主要影响的是豪宅市场 其实我个人看呢 就对这个房子的影响性不大 但是呢就是上个月呢 反而有个措施呢就是 因为呢看到很多资金流进香港呢 就是怕产生这个泡沫对豪宅 反而就是把这个 就是我们叫楼房子的案件 有70% 调整到60% 银行之后一戒就两千万以上的 这个是针对豪宅的 这个就措施对房子反而有点影响 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的香港市民 尽管对十多年前股市楼市产生的 巨大泡沫仍然心有余悸 但是对现在的股市和楼市的活跃表现 大多数市民和投资者 都持有审慎的乐观态度 其实我们都可以买回一些 稳妆一点的股票啊 楼市 就是现在利息便宜来说呢 楼市都OK的话 可以太低便宜来买的 从我手里这个香港楼价的报表中 可以看出 今年年初香港的楼市并不活跃 但是之后开始陆续交易多了起来 到了7月份达到了最高点 而购买这些楼房的投资者 多数都是持护照的外地人 尽管目前来看 投机行为不明显 但是呢 防止热钱干扰楼市 已经不能掉以轻心 本台记者香港报道 香港医管局行政总裁苏立民22号表示 已经为假情流感疫情第二波的来临 做好了防范措施 包括在需要的时候 在深切治疗部增加80张床位 以及调配人手应付需求 他又呼吁高危人士要注射假流疫苗 以及注意个人卫生 苏立民说 虽然欧美已经出现了第二波疫情 但是他不担心香港会出现大规模爆发 医管局正在监察流感的情况 香港校园验读计划下个月在大浦区推行 学生已经是获得了自愿验读同意书 保安局副局长表示 计划公布之后 大浦区内的志愿机构工作量将会增加一倍 今年的暑假里面 大浦区这些志愿机构 他们有吸毒者或者是有问题的人 上去投助的过案已经是增加了 这个亦都是直接反映到 这个计划里面 当我们推出了之后 社会对于毒品这个问题 认知率是深了 也都是提醒了 有些已经是吸食着毒品的青少年人 他们希望他们尽快出来教育 而有部分也都是真是付出行动 出来做了 那这个是一个好的笑头 一个好的开始 借毒机构反映 近期接收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院设借毒服务需要转型 要加入新的元素 不能只靠一些劳动活动 要增加有教育意义的活动 不单只借毒 而且要让借毒者学习知识技能 计划开办新的借毒学校 他戒然读 他想读回正规的学校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这样的机会给他 就未必是好像外面那样 中一读到中六